园梦22岁 南开大学滨海学院金融工程专业 想寻求一份管理类市场专员 或者12位boss认为适合我的工作 谢谢大家 宁言老师好 宁言老师好 圆梦是圆名吗 是的 姓圆 就这原来的圆 对 就是草原名 这个姓很少吗 是的 北牙区里面都没有 为什么取名叫圆梦呢 因为妈妈希望我做什么事情都能成功吧 那你的梦是什么 我今天的梦就是 我同学都在实习期间很迷茫地去寻找工作 而我今天想通过非你莫属的平台 找到一份真正适合自己的工作 来 听一下推荐理由 宁言老师 圆梦 大家看到那么漂亮 然后在学校的学生会干过组织部长 外联部长 更重要的是他做过模特的经纪人 然后处理过靠谱不靠谱的 各种各样的人和事 所以他的沟通和处理事情的能力特别强 所以他想做的是这个助理 这领导的助理 或者是市场专员这一类的工作 所以我觉得你很靠谱 我推荐你 谢谢沐妍老师 来说一下你的模特经纪人的干些什么事 我主要是给天津的地产新车发布会 或者是车展开业典礼带一些演员 比如说主持人 模特礼仪 这都是最基本的 还有一些魔术师 比如说小车车带有技术性的一些 那他刚才说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 你处理过很多技术的事情 你能说一两个事例 可以的 让我们来判断一下 你处理这些事件的一些方式和技巧 可以 好吧 你说一下 我们有一个就是上海大中汽车的一个年会 需要12名礼仪 结果有一名礼仪 我之前跟他说的工作 就是我们结束有个颁奖 但是前期我们需要去彩排 然后他当时就给我反映说 我干不了 你要加薪 我先安抚他 但是我在这个半小时之内 我又通过其他的一些活动带队人员 我了解到了说这个人之前他也有前科 就是在这个活动之间他不团结 所以在十分钟之内我把他给派走了 然后新来了一个女孩 就在十分钟之内 然后最后活动很成功 我在甲方也很满意 就坐地涨钱是吧 是的 不给钱不上是吧 对对对 我问一下 你这个是在一个演艺经纪公司里头工作 还是说你个人去帮这些人联系以后 去找这个经纪公司找活 我是这样的 是经纪公司找到我们他需要人员 然后他找到我个人 然后我下去给他找演员 再把演员这个团队带过去 冒昧地问一下 你一般抽多少 这个一共赚了多少 演员不一样 我做这个 你说一下吧 反正你现在也不做这个了 对吧 我们好奇问一下 比如说普通的模特抽多少 然后李仪抽多少 他以前带过那些模特看那节目 开始给他打电话了 徒老师我这样说吧 就是每一个演员 他技术的含量不一样 我们还有一个天经市场价格 我其实为了能跟我公司合作 就比如说 我把这个演员找来了 同样的演员 我给公司价格要低 所以我这个通过这个 性价比比较高 价格还比较低 人还比较靠谱 比如说现在有一个房地产开发公司 让我去开盘 主持开盘典礼 你认为你能抽多少 像您这种住院的主持人 我觉得我应该能抽挺多 至少得省完 你认为百分之多少 我觉得还是做这个活动 我们做这个活动 像老师刚才说的没有公司 就是只是个人这样 我觉得是诚信是第一的 首先再一个你活动比较多 首先是诚信 对 公司要相信 诚信是什么意思 就是靠谱 就是这个活动 就说说抽多少就抽多少 绝不按抽 是这个意思吧 其实我们抽多少 我们演员都不清楚 他们都不知道 对 那哪来的诚信 他也不知道你什么诚信 你说的诚信是 就是及时的给钱 对 现场给钱 你说的诚信就是 答字也不告诉你 我抽多少 可以这么说 我现在还是一个学生 对于职场画面 我还是不是很了解 我接触的只是自己的兼职 我是什么样 我就表现出什么样的 其实他刚才回答这个问题 他的思考方式已经展露出来了 第一是他们还没有到那个位置 他没有一个经纪公司 他无法给别人更多的保障和推广 以及包装 但是你刚才的这个回答问题的 这个答案 说实在话 还是有点让人失望 有点失望 袁梦 你的那个本科专业学的金融工程 是的 我想问一下 你为什么不想去从事金融方向 因为刚上大学的时候 我想报这个金融专业 是我们学校比较好的 但是我通过 我们学校的同学 他们大部分出来 都是步入银行的 我又不想找到一份这样 在办公室 或者很稳定的这样工作 我还是喜欢职场 这样具有挑战性的 就是问你想不想去去分期 他们就是给大学生开银行的那种 不想从事金融行业 为什么呢 是因为你专业学的不够好吗 是的 够直接吧 你满意了吧 远梦 但是 远梦是这样的 远梦 你专业学的不够好 但是互联网金融 你去做金融方向的话 你刚刚讲你是要去做市场吗 为什么不去金融公司去做市场呢 无论去传统的银行 还是新兴的互联网金融公司 为什么要去 罗米那意思就是说 即使你的金融觉得不好 他也想要 你去不去 去不去 这个老板非常有意思 去不去 对 他是个金融企业 看你金融做得不好 他特别想要你 你越说不去 远梦说你很棒 对 去不去 我感觉他不是这个圈子 我觉得职位合适的话 发展空间可以的话 我会考虑的 他的非常具有代表性 很多大学生学的专业 不是自己喜欢的 但是大学期间 也没有做任何的 这个职场的准备 大学本科其实是训练 大学生们逻辑思维 结构化思考能力的 这些东西都要锻炼 也好 否则的话 就职场的准备 就是变成没有准备 来 第一轮选择去货流 请选择 还有九盏灯 谢谢 接下来进入天生我有才 解读一下PPT 下面两张照片 第一张是我参加东亚运动会 我做的是银领礼仪 下面就是在我在当领队之前 做过模特和礼仪照片 那个辣妹就是你啊 是的 哇 好烂好烂 第二张我是想介绍一下我参加的这些活动的一些方面 商场露演 房地产 车展模特走秀 其实最后一张是我自己直接接到甲方的活动 第一张是礼仪剪彩 第二张是民歌好日子 中间是主持人 最后一张是我们的舞蹈表演 解读完了 但其实刚才罗敏温的那个话呢 我也比较好奇 你难道干的工作跟金融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你好歹学这学了四年了 老师这样 我现在是大三在读生 对 大四没有课 就可以全职入公司 实习前期的话 就是有几天 这样是可以到一个公司实习的 那个不是圆梦 找工作是素质跟专业相加 你现在说你专业不行 那你就讲讲你的素质是什么 关键 袁梦 你直接把专业给掠过去了 那你总得选一个方向吧 无论你是去做农业 对吧 去做工厂 做生产 做任何的一个东西 你总得选一行吧 就可以说一下我的一厢企业吗 对 你可以说一厢 可以 我今天一厢企业是咖啡之翼和同龄珠宝 那你对珠宝行业和咖啡之翼有研究吗 记住不允许说喜欢老板 好 喜欢老板也是可以的 你可以喜欢老板 不能成为你去他那的主要理由 你说企业有什么特点 你为什么要去 有的时候喜欢老板 是因为喜欢这个品牌的文化 瞧你那得瑟劲的 我要去选总是因为有比利时投资 咱们的蓝色火焰 我觉得这个 而且发展空间比较大 有比利时投资 然后呢 同龄珠宝 然后呢 蓝色火焰 作为国礼赠给中国 就比较高大上是吧 我觉得企业应该是规模比较大 那咖啡之翼你为什么去呢 去尹芳姐姐那是因为我觉得 尹芳姐姐他们的加盟连锁店 也比较多 而且最近他们有新开了一个迷你艺 是只适合年轻人的低成本 以自助形式为主 看样子你了解它 比了解它要多 对吧 那我要多少个面 记得吗 这肯定不知道 其实我就是介绍一下 就是我了解这些 然后我就说这些 好吧 最后问你几个问题 再确定一下 你的求职岗位是 我的求职岗位是管理类的 从底层做起可以 我是这个意思 从技术岗位做起 基础岗位做起 最低行星不低于多少 4000 4000 低于限制只是天津和北京 其他一概不考虑 其他不考虑受选的 完全不考虑 对对 来 第二轮选择去货累 还有五盏灯 来 拎一下他们推荐的十位 从咖啡之一开始 可以看得出 你是有一定的管理基础 和销售能力的 所以咖啡之一给你的职位 是管理培训生 谢谢你 东军 一个就是我们蓝色火 火焰专卖店的店长助理 这是一个管理岗位 还有一个岗位呢 是我们乐朗葡萄酒 微商的市场专员 做一些市场推广 好 谢谢 马瑞 针据于我们是传媒公司的 一个经纪的执行经纪人 第二个市场专员 包括我会请最专业的 我的经纪人亲自来带你 会在一年之内 帮你打造出来非常好的 真正有质感的经纪方向 也是管理方向 好吗 谢谢 我觉得斯凯乐 现在你的所有的经验 可以用于斯凯乐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所以给你一个 拓展总监助理的岗位 拓展总监助理 对 来 陈浩 我考虑的是 我们加盟事业部的 那个运营专员 谢谢陈浩 地点 地点北京或者天津 增华 我告诉你 我喜欢是有支点的 我不是瞎喜欢 有支点是吧 还有支点 我的支点是因为我能了解它的优点 我知道它的优点能放在哪 给我一个支点 我可以翘起整个地球 我想 这就是人数多的公司的好处 我想问一下陈浩老师 你想问问陈总问题是吧 对 他对你感兴趣了 彼此彼此 陈浩老师想问一下 就是运营专员 这块是主要是做什么的 其实这就要在过程中 发挥你的特长 因为运营专员 我们那儿还相对复杂 接触市场 接触销售 它是一个中间纽带 好 但你要喜欢高大上 时尚 动感 你别去谈谈 我觉得你这个状态 你这个性格 以及你的一个这种 就是斯凯乐比较适合 他们公司是户外 里面最时尚的 我知道 好 五盏灯考虑一下 留下两盏回到这 请 经纪人都不做了 真的很喜欢你 赞面一展 林浩 你不推你的推荐人的吗 他可是对你很负责论 我还是想选择我的意向企业 好吧 好 谢谢 谢谢 好 有请尹峰 东军 谈钱不战感情 他还是体现出了 他的一个优点的 就最后他说的不忘初心 对 比较坚定 你在爱情上 千万别这样 一定要找一个爱你的人 好不好 你今天就奔着你爱的人来的 但真正懂你爱你的人 你却放弃了 你爱的人不一定 你爱你 不是 我觉得他把那句话 演绎得特别好 敲门声响起无数次 其他的都是诱惑 只有一次是机会 来 4500加 4500加 一模一样 我想问一下 我的未来发展方向 还有就是咱们这边 是不是会提供住宿这一方面 就这些问题 第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 你要做一些市场开发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运营助理 那是往管理方向的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 因为我也投资一些电影 我还会投资一些影视公司 我自己也会演一些电影的 或者电视剧的角色 你如果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做我的经纪人 其实你有三个发展方向 你要是做他的经纪人 这一辈子都出不了他 没关系 我可以提升多一点 他没有什么可经济的 工作难度相当大 只能靠钱砸 你未来的输出方向 我个人觉得 第一个是有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的督导 第二个有可能做培训 因为你的形象气质和口条都不错 重点没说 你管住 我相信他是知道的 他只是说这句话的时候 问问神总有没有 来 15秒钟时间请考虑 咖啡之意 通灵珠宝 或者是谢谢在线 请问你的选择是 咖啡之意 我知道 其实我挺满意的 咖啡之意今天我想从 就是底层做起 接受培训 然后今后发展 我自己想发展 或者是认为 老板人适合我的工作 将有自己的一定发展空间 受益